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简单又延续了他一如既往的搞笑风格 我决定加入中国女篮 邓超方女篮中将无情拒绝 你能顶替谁 拉低球队身高CBA体测 32人参加24人通过王哲林等8人 未通过就是邓超时隔26天 就一次在微博上提到中国篮球 上一次也就是9月1日晚 邓超在电视机前见证中国男篮 在亚运会上复仇伊朗男篮并在时隔8年后重夺亚运冠军后 兴奋的他这样在微博上写道 中国男篮 太棒了 邓超也发热议 但不同于只是简单地称赞男篮 邓超17日暗 直接宣布要加入中国女篮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邓超的决定 也遭到了独位女篮球员的嫌弃 身高矮 年龄大让邓超成为了无人要的大叔 但邓超的这个决定 还是震惊了篮球界 就连中国篮鞋的官方微博都点评邓超说 投篮子是很优美 看好你哦 邓超的好兄弟 央视体育评论员于佳泽调侃说 中棒 关身 影视男星放弃芯片推荐火线加入中国女篮 这条微博也为邓超点赞 邓超近期一口气关注多位女篮球员恶搞 邓超批图可邓超要加入中国女篮的决定似乎又不那么让人太意外 因为作为疯狂篮球迷的邓超 早就不甘于只是当球迷 过去 邓超是姚明的粉丝 为姚明的比赛笑过 哭过 感动过 在和姚明的一次聚餐后 邓超在饭后给个路人 打了快两个小时的电话 瞬间把平保的换成了他和姚明的 笑得合不拢嘴 姚明更让邓超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幽默 在第一次和邓超见面时 姚明对邓超说 虽然先和你打招呼 但我必须说实话 我更喜欢看你媳妇的戏 邓超夫妇与姚明 林书航、余娇和尹与此同时 邓超举办婚礼 也邀请姚明参加 为了不让拍摄巨石余赤广告的姚明难堪 婚宴还特意取消了余赤 姚明退役时 邓超曾非常伤感的说 有些时候我也希望姚明能够一向好起来 走上场打球 姚明受伤之后 给我留下的记忆更加深刻 有时候真的想能把自己的腿给他 让他继续打球 不过 在姚明退役后 失去篮球精神支柱的邓超 并没有失去对篮球的热爱 邓超摸篮板事实上 邓超从小也很有天赋 虽然不是篮球天赋 但他却有运动的天赋 小学时 江西省城省范围 著名的小学生体育比赛 描描杯 邓超就几次拿到第一名 成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大学时 NBA让邓超离上篮球 在中系读书期间 他没事就喜欢打篮球 而且一打就是一天 不过 邓超当时的打法并不是技术派的 同学对他的形容是樱目花道 而邓超自己表 是 打球像摔跤 但是 我比别人跳得快 所以一般都是小前锋 2008年以前 屠龙记在五刀山拍摄时 邓超也不忘打篮球 意见连 朱方宇也被他网罗在好友名单内 而之后 邓超还和前女篮国手 许诺邓人一起同场打过球 邓超与许诺约球平时 邓超和每一个篮球爱好者 一样喜欢打篮球 也经常现身野球场和路人一起打球 中头有一定的水准 长时间保持的好身材和训练 也让他有不足的运动能力 今年8月下旬 已经39岁的邓超还在微博上 晒出过自己小副助跑 就轻松摸到篮板的短视频 还谦虚的表示 老了老了 也然就是在炫耀自己保到未老 评论区里自己留言所说 不服吗 也让邓超39岁的身体 18岁的心脏浅度无疑 邓超挑衅郭艾伦 以为邓超只是挑战网友 显然不是 和篮球圈多位球员和媒体人 都有不错关系的邓超 就和网红郭艾伦有过多次挑战 2016年夏天 邓超在失败场地打球时 手感出色 出了连续六发尘重 他还在第七次罚丢后 捡刀球来了一次中斗 并且凝重篮筐 在微博上发布这段视频后 邓超得意洋洋的说 NBA通知我去参加明年的选秀 不知道会在第几顺位 被拿着球队选中呢 不料微博刚发 郭艾伦就给邓超来了一个透心了 你才十勇 没到年龄选不了呢 哥 谎言被郭艾伦这么戳破 邓超也直接下章书挑战郭艾伦 郭艾伦敢和我一对一吗 自此 邓超又开始挑战中国篮球 甚至是整个篮球圈 邓超搞怪 2016年11月 邓超将梦之队的书 作为面具粘贴在自己脸上 并在微博上表示 转发着这篮球之神 从此冒后挑战附体 运球快如风 传球就助攻 投篮必命中 灌篮基本功 俨然成为篮球之神 邓超再次挑战郭艾伦一年之后 邓超可苦修炼 已经能完成篮荒降低后的Pico 并在2017年5月 下出自己单手Pico的视频 而且还趁自己穿的是凉鞋 打二排开始摸篮球 这还没完 邓超这次再次挑战郭艾伦 自己的评论区说 郭艾伦呢 对此 郭艾伦也很是害怕 超哥听说你要找我比扣篮 你那个扣得实在太劲爆了 吓得我都不敢扒我自己的了 我现在苦恋了 十年以后 咱们再比杂涯 郭艾伦这样回复邓超 张艺邓超别看邓超一直挑战中国篮球 但他并不是心血来潮 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 邓超平时最喜欢的就是打球和跑步 加内特 皮尔斯和雷阿伦7月组建凯尔特人队三巨头时 邓超就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 还特意让去美国前方解收比赛的央视体育评论员于佳 为他带回一件凯尔特人巨头签字的球衣 现在 邓超比较喜欢的NBA修行有哈登和詹姆斯 观战中国赛儿子平 是 邓超也没上光顾比赛 北京队过去逐场比赛 实际多次看到过邓超的身影 NBA中国赛举行时 邓超也是多次特意到前场观战 2014到15赛季的CBA总决赛 邓超和诸多明星 一起在北京队主场观看比赛 期间 邓超还在比赛间吸收腰上场进行运球的游戏 绕着巨大的篮球四处奔跑 邓超活脱脱向个孩子撒欢 开心得不得了 2017年NBA中国赛 勇士队和孙力郎队在上海比赛时 邓超就和孙力带着他们的爱死 等到到现场观看比赛 受邓超的影响 他的儿子也是非常喜欢运动和篮球 未来 已经要进入不惑之年 的邓超自然更无可能进NBA 但相信人老天不老的超哥 还会是中国篮球和NBA的超级粉丝 也会一直关注中国男篮和女篮 以及一直在关注的NBA 毕竟篮球也依然融入了邓超的血液 法马